一次学会8种格子纹理背景 打开笔库,找到锥形画笔,本身是在设计师分组里面的 流量轻压全部拉满 后面用到的所有笔刷这4个参数剂的全部调成100% 大小重压和轻压调成一样大 可以把这里拖到最下面再往上拉就是一样大了 调到自己想要的粗细即可 点击复制涂层 继续复制涂层 合并所有涂层 复制涂层 降低其中一个涂层透明度 这样就得到了第一种格子背景 分别复制两个涂层 把第一种格子背景涂层合并 隐藏第一个背景 第二种格子背景就是分别降低两个涂层的透明度 这种中心就是叠加的效果 合并涂层 在它的下面新建涂层填充一个颜色 这是第三种格子背景 点开笔库找到网格图案二笔刷 原始的格子是很小的 找到纹理这里缩放 这几个和印度全部调到百分之一百 找到填充工具 一个个填充 单色棋盘格背景完成 在它下面新建涂层 填充一个颜色 双色棋盘格完成 找到交叉图案笔刷 利用扭曲工具拉成菱形 利用扭曲工具拉成菱形 填充 填充工具 填充 填充 单色棋盘格背景完成 在它下面 在它下面新建涂层填充 填充一个颜色 双色棋盘格背景 双色棋盘格背景完成 新建涂层 找到刚才用过的锥形画笔 形状改成这个 在它下面新建涂层填充 只能去沉醉 只能去沉醉 流泪 笔刷调小 间距随便调一下 后面再调 动态旋转改成 颜画笔笔记方向旋转 旋转角度直到笔刷 是横线即可 间距再调一下 大小重压和轻压 我调的35左右 可以使用直线工具 第八种格子纹理背景也完成了 大家可以去试试哦